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慈禧太后听戏时 李莲英可以病癌而坐 慈禧太后爱吃的点心小吃 李莲英也能品尝等等 在李莲英之前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 此人在慈禧太后发动新有政变立了大功 可安德海有个很大缺点 就是为人张扬 最终被山东巡抚丁宝珍以满清祖训太监不得出宫为借口 以假太监的名义处死 反观李莲英 他就要比安德海为人低调得多 举个例子 有一次 慈禧太后让李莲英陪着纯亲王一环去视察北洋水师 这可以很大的荣誉 大家猜猜李莲英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公布答案 李莲英把慈禧太后破格赏赐的二瓶顶带换成四瓶顶带 然后 全程规规矩矩的跟在纯亲王一环后面 能做到这种地步 足见李莲英能够获得慈禧太后的宠信绝非偶然 1900年8月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逃跑自然不会很惬意 在这期间 李莲英尽全力满足两位主子的要求 后来 光绪回到北京后 展开道 若没有李朗达满鱼 师父的意思 我恐怕都活不到今日 1908年11月 随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病死 李莲英很知趣地告老还乡 鉴于李莲英的贡献 农遇太后给予原来薪水退休 从个人事业发展来看 李莲英是非常成功的 至于原因 李莲英临死前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 八个字 事上已尽 事下已宽 参考资料 清末大太监李莲英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清末大太监